利刀割肉伤一遇 恶语伤人恨不孝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 他们利用大脑扫描仪 搜集了人们在听到不同词句时 大脑活动产生的核磁共振图像 并且分析他们脑内的神经变化 结果发现 当你好笨 你真差劲等指责型词句出现时 会刺激大脑释放大量的皮质醇 皮质醇是人体在面临压力时分泌的一种激素 这种激素会导致人的记忆力下降 抑郁 体重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还会损害人的逻辑推理 语言处理 情绪表达等能力 对健康危害极大 所以说和指责型人格的人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指责型人格又被分成三类 刺猬型人格 负能量型人格和碎嘴型人格 遇到这三类人 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一 刺猬型人格喜欢挑刺 看谁都不顺眼 央视开讲了有一期邀请了一中天做嘉宾 演讲过程中 一中天把双手放进了中山庄的口袋里 青年代表马浩站起来 批评他双手插头的表现是在自我保护 交流不够真诚 一中天并没有生气 而是笑着解释了原因 化解了尴尬 可马浩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继续指责一中天到处录制节目 是不务正业 一中天解释说自己录制节目都是业余时间 并没有耽误过学校的一节课 这个回答并没有让马浩满意 他又指责说 那你现在呢 也是业余时间吗 这一次 一中天毫不客气地回对说 退休了 光荣退休 不可以吗 生活中 像马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挑别人的刺 他们就像一只刺猬 浑身带刺 看谁都不顺眼 北京某设计院工作的网友 黑里一二讲过他同事小梦的故事 小梦是名牌大学高材生 工作能力出众 却在公司最不受待见 因为他处处看同事不顺眼 对所有人都挑三拣四 他瞧不起老员工 觉得他们不过是资历老 业务能力一般 别人做的设计方案 在他眼里永远都是一堆垃圾 就连同事带午饭到公司 他都要插一句嘴 说他们不懂享受生活 每个跟他合作过的人 最后都在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公司没有人愿意跟小梦 一起合作项目 当你在给一个人打出差评时 其实就是在给对方头顶 那块本来晴朗的天空 不断地制造阴霾 喜欢挑刺的人 就像是一个黑洞 会把你的好情绪 自信心全部吞噬掉 远离那些伤你自尊 灭你自信的人 多去接触 让你充满能量的人 二 不能量刑人格 习惯逃避责任 把错误归咎于外因 心理学家吴志宏分享过一个案例 有一个女孩替自己的父亲来做心理咨询 他父亲但凡做错事 永远都在怪罪别人 要么是怪他 要么是他母亲 比如有一次父亲饭菜做得不好时 却责怪帮助的他 谁让你在这爱手爱脚的 害我连饭都做不好 再比如 因为暴风天气的缘故 家里落满了灰尘 他指责妻子早晨出门没有紧闭门窗 可明明他才是最后离开家的人 女孩的父亲 就是典型的负能量型人格 这类人有个共同特点 欲是习惯逃避责任 喜欢将所有的错都归咎于外因 工作不满意 指责客户太挑剔 人际关系不和谐 抱怨对方太难相处 生活不如意 埋怨爱人不体贴 除了事情 他们喜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作家陈元斌在长篇小说《秋菊传奇》里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何幸福因为和村里打官司 没办法在村里继续待着 只能和丈夫王庆来一起到城里打拼 进城后 王庆来找了个开模的工作 因为没有营业资格被罚了款 扣了车 回到家 他将所有错推给妻子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用得着抛家舍业 跑这来看别人脸色吗 失业后 王庆来找工作屡屡碰壁 他开始抱怨社会太现实 没有过硬的关系 很难在城市立住脚 在王庆来眼里 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不公都来自外界 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只有他自己委屈 妻子和幸福因此整日以泪洗面 拼命赚钱养家 最终 和幸福忍无可忍只能选择离婚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受害者心态 一个人会把自己不幸福 不成功的责任都推到外界身上 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十足的受害者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要随时做好被甩锅的准备 作家周冲说 受害者心态的人就是苦毒的化身 让身边的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人的影响下 一个人就会陷入纠结 别虚和痛苦的情绪中 负能量在心中积攒越多 不知不觉中就会变得悲观厌世 丧失前行的动力 三 碎嘴型人格 刀子嘴 比刀子更伤人 非暴力沟通中写道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确实常常能引发 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语言暴力就像一把狸刃 会刺伤对方的心 留下一个鲜血淋漓的洞 张爱玲在回忆母亲时 脑海浮现的总是母亲那张愤怒的脸 有一次家里来客人 恩佑的张爱玲费力地搬来一张椅子 母亲却当着客人的面对她大喊 你这是做什么 朱 张爱玲得了伤害 母亲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烦闷的时候便会抱怨起来 你就是个害人精 只会拖累别人 真不该管你母亲的刀子嘴 成了张爱玲一生的梦魇 利刀割肉伤一欲 恶语伤人恨不孝 留在身体上的伤口 结巴后就忘了 留在心头的伤口 每想起一次就痛一次 作家三毛在上学时 成绩很不理想 经常考试不及格 上了初中在父母的鼓励下 三毛开始发愤学习 把课本上知识背得滚瓜烂熟 再一次小考中 三毛数学以外考了满分 但得到的并不是夸奖 而是一顿羞辱 老师拿着他的试卷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他 你一定是作弊了 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很可耻吗 随后老师给了他一张全新的试卷 受了委屈的三毛 一道题也做不出来 考了零分 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圈 嘲讽他说 你不是爱吃鸭蛋吗 老师给你两个 你尝尝好吃吗 从那以后 三毛不愿意再去学校 也害怕与外界接触 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看过这样一句话 言语上的虐待 无异于灵魂上的谋杀 那些口无遮拦 尖酸刻薄的人 会把你伤得体无完肤 遇到这样的人 远离他绕着走 阿尔伯特·埃利斯说 只责行人格的人 会让你压抑得 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 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 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他 因为大概率你会失败 还会遍体鳞伤 点个赞吧 远离指责 也对人口下流行